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個氣缸裡面 裝有Nmol的單原子理想氣體 假設該氣體由狀態A A這個狀態的壓力是P 絕對溫度是T 緩慢的經由這個圖 這一條是直線 R 從這裡變成這裡 那緩慢的改變到狀態B 狀態B的話 它的壓力是3P 絕對溫度是2T 以致理想氣體長處是R 則在此過程中 氣體所吸入的熱量Q為多少 他問這個Q等多少 我們根據那個 這個理想氣體 那個 熱力寫什麼呢 第二定律 不對 第一定律 熱力寫第一定律 他講說 他獲得的能 獲得的內能 得到U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從外面加降的熱 扣掉這個系統對外做的工 減到U 好那現在他問 從這裡到這裡所吸入的熱 這個熱就等於多三 ΔU 加這個W 這個系統對外做的工 那這個ΔU很容易 很容易得到 因為我們曉得那個 理想氣體體 方程式 U是等於多三 等於二分之三 NRT 那PV呢 PV 這個是等於多三 NRT 好那現在的話 最主要是要求他的對外做的工 那對外做的工怎麼求 我就要求出什麼呢 求出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他這個 體積 跟什麼呢 跟壓力的關係 那體積壓力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 上面的動點 我們叫做 小T是 壓力 小T的話呢 是絕對溫度 那他因為他是一條直線 所以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這條直線就是 T 減掉這個T 大T 這一點的那個 Y坐標 他會等於那個協力 協力就是 這個減這個是T 要注意到 這個減這個是2P 這是協力 然後呢 F坐標是P 小T 減到NRT 減到這個大P 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要求小P 跟什麼呢 跟體積 體積我叫小P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小P 這個滿足這個協力 這個應該把它寫什麼 現在我把P T的當變數 這是小P 等於NR 小T 好那我現在把小T代掉 小T的話呢 等多什麼 小T的話 這個是等於那個 NR 要問是P V 小T 小T嘛 這個等於那個 兩倍的大P 分之T 大P跟大T都是常鎖 小P 然後呢 再減掉到啥 P消掉 2分之T 那我把P 好那我把P 對V的關係是找出來的 我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的話 就多少呢 就是那個P抽出來的 NR分之下V 那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 2 大P分之T 把這移過來 這是2分之T V 那我小P 就是那個 氣體壓力 跟那個氣體體肌 關係式就可以 求出來了 2分之T NR 小V 減掉 2大P 大T 好那我現在的話 要把W算出來 W等於多少 這就等於 V1 V1是這裡 這裡的那個V1 這是V2 等一下V1、V2我們都可以算出來 這V2 P DV 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看這個 P是等於這個 這2分之T可以抽出來 2分之T抽出來 V1 V2 那這是NR 分之小V 減掉 2大D分之T 它分之DV DV 那我現在把DV 我現在把它除以一個 NR 那這裡要撐一個 NR 把NR撐到外面去 那這個東西的話可以寫成我 寫成D 括號 NR分之V 減掉 2P分之T 因為這是常數 也就是說 這我積分計出來的話 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2分之NRT 然後這個積分的話是等於LN 我都隔了 LN NR 分之V 減掉 2大P分之T 然後取上下線 V1、V2 那V1跟V2等於多少 V1、V2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 P 這裡的P是 這裡的P是大P PV1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NR 大T 也就是說 這個V1 V1 等於 V1 等於 NR 大T 這裡的P是3P 3P RV2 等於NRT NR T T的話現在是2T 2T V2 V2 我可以算出來 V2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3P 分之2NR大T 這樣子 V1、V2 V2 所以V1是等於多少呢 3P R分之 這個NRT 不對 V1是P分之NRT NRT P2 P2的話是3P 3P 分之 NRT 2NRT 2NRT 代進去以後的話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這個是 2分之NR大T 這個 LN 誰意然 上底是代的 代 代 那個 3P分之 扔 多少 這個是 NR削掉 3分之2,減掉2分之1 3分之2,減掉2分之1 這等於6分到4-3 4-3是1 這等於6P分之T 6P分之T 所以這是6P分之T 分母的話帶下去 帶下去的話就是NR 乘以V,V的話是P分之NRT 減掉2P分之T NR削掉 1-2分之1,2分之1 2P分之T 2P分之T T削掉,P削掉 這剛好是3分之1 這是3分之1 所以是-2NRT LNA3 我發現這是3分之1 這是W 2U 所以Q 可以選出來 Q Q的話就是等於多少 Q的話 是等於這裡的U 減掉這裡的U 這是ΔU ΔU ΔU現在就等於多少 ΔU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公式 就是2分之3nR 莫溫減出,2T減T也會是T 所以2分之3nR的T 所以2分之3nRT Aloby是這個,負的多少呢? 2分之nRT Ln3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0分之3 等於2分之nRT 乘3-Ln3 這就是答案